好,我们接着来看 因为我们说冷战结束以后 北约在美国的领导之下 他的确是想要把他的影响力 往全世界扩张 但是用传统的军事方式 师出无名 所以老师说他就运用 所谓的伙伴关系 或者是朋友关系 来什么建构他的一个网络 那好,那刚刚讲的是国家 那国际组织呢 刚才已经讲了联合国嘛 对不对 要联合国授权给我呢 我才什么 出去打呀 或者是说出去维持和平啊 对不对 那好,那联合国就不再讲了 那欧盟呢 同学注意看啊 因为欧盟我们之前介绍很多了 就是说欧盟比较没有军事面的嘛 对不对 那但是就如同刚刚老师讲的 欧洲国家发觉 你美国什么 别的不说好了 就举这个刚才这个南斯拉夫为例好了 德国,法国,还有欧盟 其他的会员国主张用外交的手段来处理南斯拉夫 你并不必然的要派北约的军队进去轰炸嘛 而且美国当时为了把事情闹大 还特别去炸了什么 大陆住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他把事情闹大嘛 因为把事情闹大呢 对美国有利啊 闹大了以后表示 你看你们欧洲国家 要么没有能力 要么没有意愿来解决问题 那还是只有我美国比较行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不能把我赶走哦 不能把我赶出欧洲哦 我美国一定要来这地方 你们看到我的重要性了吧 对不对啊 那好 那但是欧洲国家也不是傻瓜呀 对不对 想说你呢 把在我们周边这边重要的地方 煽风点火制造危机 对不对啊 所以欧洲国家理解到就说 军事行动呢 还是让给北约 那但是如果说欧洲国家内部 或者是说外 欧洲以外地区 如果有什么局来讲 联合国授权的一些 军事行动也好 或者是维持和平行动呢 如果我们欧洲国家 和美国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 但是我们也参加 我们只参加联合国授权的什么 举着来讲 维持和平的时候 军事我们不处理 我们处理什么 警政 也就是说警察 我们可以派去 维持什么 社会治安的 我们愿意 那军事方面让给美国 然后什么 警政 还有一些什么 局来讲 特别是什么 东欧也好 或者说有争议的地区的 这些国家呢 同学注意看 司法 警政 维持治安 这方面的能力 或制度设计 各方面都是不足的 所以我欧盟呢 这些会员国呢 我愿意去处理这一块 我不用军事方面 军事方面 你美国 你想再利用我们北约 所有国家的名义出去对付哪一国 进而把事情闹大 收不了场的时候 你美国 你自己负责吧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就他们本身之间也有一些争议 那但是欧盟呢 愿意和北约 在警政安全 协助某些国家建构司法体系 警政体系 维持什么 特别我们知道 在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 甚至欧洲内部 很多什么 争议基本上都是什么 领土边界嘛 所以观 边界上的什么 这些所谓的边防军 或者说边防的海关 各方面的什么 制度的安排 能力的训练 我们欧洲国家愿意做这一块 我们不想动不动就用打的 好 那另外这个组织呢 下个礼拜我们会介绍 所以今天就先跳过去了 就是说北约呢 他和这三个国际组织呢 他愿意什么 进行比较深层次的合作 进而什么 协助北约把他的影响力什么 扩充到全世界嘛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我们说北约东扩 那当然顾名思义 就是东欧这一块地区 我们北约呢 要把东欧这边的什么 前共党国家通通纳入 成为我们的会员国 这样子呢 我们什么 也比较什么 影响力也会比较增加之外 老师也建议大家观察 为什么老师一直提醒大家 其实普丁的研判是没有错误的 也就是说你欧盟呢 北约欧盟也一样 你欧盟把东欧会员国加进去 在经济面 文化面 社会面 把它整合到西欧里面来 那北约呢 从军事面呢 把东欧国家纳入 我们之前是不是上课有提到 不管是拿破仑也好 希特勒也好 他们当年攻打什么 币恶 还有苏联的时候 是不是 同学看了没有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打过去 老师当时是提到过一点 就是什么 东欧这个地方呢 地形是非常平坦的 义攻 难守 所以谁掌控了东欧这块地方 接下来要再打苏联呢 非常简单 对不对 所以同学应该知道嘛 历史上 拿破仑和希特勒 去攻打苏联 地恶和苏联 败了 最后败 并不是败于苏联 多么的强大 而是败于酷寒的冬天嘛 还有什么 东欧这块 非常平坦啊 所以同学应该有印象吗 拿破仑和希特勒 是不是都杀过东欧 然后到了快靠近 莫斯科的时候 或者是 这个已经到了 莫斯科的时候 什么 被动产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 我们已经在台湾 都觉得好像有点寒流了 那对俄罗斯人来讲 这舒服得不得了的两块 看到没有 他那边是零下四十度啊 看到没有 所以当时 阿破仑还有希特勒什么 败是败在这里啊 并不是败在苏联夺墙嘛 对不对啊 好 所以对于今天的欧洲国家来讲呢 记取这两次教训嘛 对不对 我不用打的 我只要把东欧这些国家什么 拉到我们这一国来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什么 我们联手起来什么 实质上 其实同学注意看 老师一直建议大家观察 普丁的观察 其实是对的 我这样子不断的什么 把东欧国家纳入 我要围堵谁啊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没有要围堵他的话 你也可以让他加进来啊 对不对 那整个欧洲整合在一起 那其实影响力会更大嘛 我们之前看那个纪录片 大家看到 俄罗斯的国家领土多大 资源多丰富嘛 而且历史上他们什么 互相影响嘛 对不对 那好 那你不让他加入 但是你让东欧这些国家 通通加入的情况之下什么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他什么 他当然不满 而且什么 同学注意看 让东欧国家加入呢 你这些西方国家 你因为东欧国家 以前是所谓的 关在铁幕里面嘛 是所谓的东欧 是共党国家集团 对不对 那他里面呢 刚才讲 乌克兰是配备很多什么 俄式的飞弹啊 核子武器啊 但是靠近西欧这些国家 波兰啊什么 这些以前倒没有说 那么多的先进武器 当然东德 东德当时是共产党 的确什么 也部署的非常什么 绵密的什么 非弹是对准西德 然后对准的什么 西欧 那但是不是每一个西欧 东欧国家都部署那么多啊 对不对 那好 那你现在呢 你们通通把它纳入了 那我部署在那边的飞弹 归谁啊 归你还归我啊 对不对 那另外不仅我原来部署在那边的飞弹 归谁的问题 那你西欧这些都北约东扩以后 你北约的先进武器 也部署到什么 东欧国家来啊 特别让什么 普丁最无法接受的是什么 在波兰部署类似什么 类似大概这个爱国者飞弹 那个等级的什么 先进的飞弹哦 那你马上就打到我家门口了 我怎么能够容忍啊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不 不无法接受 但是他还期待还在幻想欧洲国家会 接下来就让我俄罗斯也加入 但是但是后来什么 被很明确的拒绝了啊 好 那同学看了没有 刚才讲到他们内部的分歧 就不再讲了 俄罗斯那后来虽然什么 共产党垮台以后 俄罗斯也所谓的采取西方议会民主制 那但是转型的过程中国家瓦解啊 对不对 所以在转型的过程中 不管是建构议会民主 还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呢 其实都是遭遇重大的挫败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大概全世界在转型呢 现阶段大概什么 认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的 大概只有大陆嘛 其他你们注意看 在转型的过程中 严重挫败的国家是一大堆嘛 对不对 那严重挫败 内部有没有可能激起强大的民主主义 然后这些民主主义分子 手中又拥有很什么 先进的核子武器的话 那这是什么 大家不敢承受的啊 好那什么 另外就是什么 对于北约来讲 我虽然往外扩展了我这个关系网络 但是什么 这些国家同学注意看 特别是东欧 还有什么 刚才讲的这些苏联周边的这些国家呢 同学注意看 他毕竟什么 长期以来受到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 所以他终于独立出来呢 同学切记老师建议大家观察 是不是形式上独立出来了 但是实质上没有全然独立出来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 什么 你我的什么 经济发展基础建设都是绑在一起的 举例来讲 我们上课大家要吹冷气 对不对 那冷气从哪来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为什么这就是今天俄罗斯可以拿不供应天然气什么 来威胁乌克兰 就是之前什么 你们这边所要的天然气 天然气管的总开关在我莫斯科手里啊 看到没有 你今天谁敢跟我调皮导弹 我什么 我就把它关了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前几年是不是乌克兰有一年的冬天 俄罗斯就是关了 关了以后什么 大家什么 家具都拿出去烧了 取暖了 对家里桌子什么都披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那边至少零下二十度啊 你没有天然气 没有暖气 试试看啊 所以你实质上 你敢跟我公开唱反调吗 你虽然家俊北约了 你虽然什么 跟北约合作无间 你国家也部署了北约的飞弹 但是对不起 你国家的天然瓦斯的总开关还在我手里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 就说 对于西欧这些 这些 美国加拿大还有以西欧为主的这些西方的什么 北欧会员国来讲 他也觉得什么 我的周边地带呢 对我来讲 还是一个什么 有威胁的地方 安全威胁的地方 因为俄罗斯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力还在那边啊 董老师的意思吗 好 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